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去年台湾出现 56年以来第一次风水期间没有台风过境 而面临了缺水的危机 西部的意气到作部分休耕 陆续有西部的粮商到花东来收购米 不过玉西地区农会总案事表示 目前玉西米的库存量约有1000公吨 以一个月200公吨销售来看 到6月份是刚好 会没有多余的米卖给西部 至于米价是否上涨 总案事说 玉西地区白米销售量成长近三成 但还没有计划涨价 不过随着今年一期到作在5月收成 如果收壳的成本增加 价格有可能是会波动的 忙着把米包装忙得不可开交 这里是玉西地区农会的粮米厂 目前第一期到作都已经差不多完成了 现阶段忙着将米包装出去 由于西部一起到作部分休耕 最近传出西部粮商到花东墙米 玉西农会总干事蔡宗翰说 现在没有多余的白米卖给西部 以目前我们的库存量 像我现在的库存量大概剩下1000吨左右 那一个月我们200吨的销售速度来看 刚刚好就到6月份就会结束 就是整个就是会结束 那新的6月份结束就是新的米合金 所以我们来讲的用量应该是刚刚好 能够卖出去的空间相对就比较小 总干事说 玉西地区白米销售量成长将近有三成 可能跟疫情大家都在家里吃饭的关系所影响 过年前白米已经卖出700吨 至于米价是否上涨 总干事说 玉西地区白米销售量成长将近三成 但是还没有计划涨价 不过随着今年一起做在5月收成 如果收股成本增加 价格可能波动 记者高双双玉地震7波动